那你就给我订两个小时之后的航班 马上订票 嗯 好的 知道了 你堂堂大老板不进去 躲在门口吧 妈 这屋里边坐了一堆研究生 招那么高学历干吗呀 学历不重要 他们都是我找来的 营销策划高手 他们的价值可以帮远方 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怎么烦我们 也就是跑快递的 你这招打退堂股是吧 我看出来了 不不不不不 说好了 那个 招人才的事呢 交给你了 归你管他 可是你态度根本不积极啊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人才的重要性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人才的可贵 我意识到了 这都是人才 所以你为了 那个有钱科的人 跑派出所蹲一晚上 你看你这不偏见吗 其实我们干快递的吧 特别简单 就是说 谁的便宜 谁送得快 谁就赢 姚远你知道你这人 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知道 是 短视 狭暗 想想啊 突 大家好 我是陆晓鸥 你好 你好 周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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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那个材料都看了啊 原则文件都看了 我觉得待会儿我们放一个幻灯片 让你们对远方有个更多的了解 然后我们再讨论 接下来怎么进行 下一步的那个发展和营销 好吗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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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